在日常我们维护这个房屋的时候呢 经常看到这个卫生间的卫生纸的挂件容易松动 它基本上都是用这种灰板上的螺丝进行固定的 因为它背后没有这个推白破 没有这个木头 但我们现在的做法呢 就是把这个破损的地方呢 切一个正方形长方形也可以 然后呢在它背后放上这个木龙骨 用灰板螺丝固定 在边缘的地方呢 我们之后呢会用这个Fibergrass的这种Tape 把它贴一圈 然后呢进行批灰 灰呢可能需要批两道灰 第一道呢相对比较的薄 等它干了以后呢再批第二道灰 让它跟周围的那个平面呢 基本上是属于比较平坦 从肉眼看不出来 然后等打磨以后呢 我们再上一道底漆 起干了之后呢 我们会上两遍以上的这个面漆 如果可能的话呢 让它跟周围的那一堵枪重新再起一遍 效果就更好 油漆结束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贴边线的这个蓝色的Tape去掉 基本上这个墙就大概程度上完成了 然后在原来的位置呢 我们再把这个固定键上回去 用两个螺丝 这时候因为背后有这个木板的支撑呢 就比较牢固 然后我们用这个小工具呢 把这个维生纸的挂件安装回去 这样做呢 相对使用的时候呢 比较牢固 使用时间就会比较的长 你学会了吗